日华牧师在《解答》资料原时分享到 其实神传言掌管的程度是绝大部分世人所不理解 原因在现实中我们不能从肉眼看见灵界 不能用肉眼看见神与沙特 所以当我们活在地球 看到周遭的万事万物经已一早存在 假如没有圣经教导谁是创造主的话 其实我们也未必认识到这位真正的主在 事实上众多的爱邦人 也因为肉眼不能见到神 而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所以更对神的传言掌管一无所知 听着他们对属灵的不理解 甚至从现实的观点解读 他们甚至会以为 假如世界有神与沙特 有正义及有邪恶的话 两者的势力也是对等 因为他们内心里的善与恶势力 也是处于拉锯之中 甚至人更往往被恶 被祸犯所胜 不能行在正路 因此他们会以为 神与撒旦的能力应当是不相伯众 神有神的国度 撒旦也有撒旦的地头 神掌管光明 撒旦掌管黑暗 然而圣经却让我们应知道 其实神与撒旦之间 根本是完全不能对比 神与撒旦的分别 就是创造主与受造之物的分别 试问一个人类 怎能够与他手所做的产品对比呢? 再者 撒旦根本没有任何创造的能力 连所谓撒旦的地头 其实也是神所创造出来 神创造撒旦 甚至让撒旦变变成为奸角 其实也是神的预计之内 为的就是成为人类的锻炼 正如一场比赛需要有对手 选手才会加紧练习 希望越强越强 假如一场比赛里面 从来没有任何对手的话 这样整场比赛就没有任何的挑战 所有选手也不会全力以赴 原因 无论这位选手的表现 怎样差劣 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 他都会成为冠军 这样他又怎样会花任何的力量 去挑战自己? 但神并不是希望培养出一群 一生只是在安书中度过 吃尽果子在美福的二世祖 相反 神是要在艰难里面 培养出一群真正爱主的身负 因此 神设计了一个拥有光明与黑暗 神与撒旦并存的人类历史 神好像是设下一盘棋谷一样 用让撒旦有着某种权柄成为奸角 甚至 神虽然是全能 但亦要遵守自己所设下的规则 塑造出神与撒旦 好像是世军力敌的形势 在历史里面 有没有一个人 都可以按他的自由旨意 选择跟踪神 还是跟踪撒旦 而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虽然 神与撒旦同样在棋谷上对立 然而整个棋谷 其实也是神所设定 当中的游戏规则 甚至棋盘 棋子 也是神所制造 撒旦不能够分头偏离神的设定 由此可见 要乖乖依存着神的设定而行的撒旦 又怎样可以与创造万事万物 处于时间以外的神所对比 在这个棋谷里面 棋盘就是地球 棋子就是人类 既然整个宇宙也是由神所创造 地球 人类也是神所创造 这样撒旦又有什么能力可言 圣经给我们知道 这些园是神所创造 园中所有的动植物 也是神所创造 连生命树都是由神所创造 然而我们一定要理解 甚至成为奸国武器的分别善恶树 也是由神所创造 而不是由撒旦所创造 撒旦所创造的只是按照着剧情 引有夏娃去食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所以撒旦并没有能力去创造 他的道具和武器 既然连奸国引有人犯罪的道具 武器也是由神所预备 神所设计的话 神又怎样会预计不到 当吃亚分别善恶树之后 亚当和夏娃将会有怎样的反应 当一切也是由神所创造 包括撒旦也是由神所创造的话 试问神又怎样会有任何机会 所谓被撒旦打败 但是在现实里 人往往低估了神的能力 也同时高估了撒旦的能力 以为撒旦可以与神对比 所以夏娃先会受到撒旦的引誘 以为撒旦能够给夏娃一条 连神都未曾想过 可以成为神的途径 就是吃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然而分别善恶树的出现 正正就让我们知道 神才是真正全然掌管 所有万事万物的神 因为分别善恶树 就是Lonage of Good and Evil 让人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的知识 撒旦只不过在这两种知识当中 引有人去行恶的方向 换言之 原来人懂得去行恶 都是神设计的一部分 所以当人尚未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行恶 直到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 眼睛才明亮 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然后以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造群子 因此 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 才知道什么是恶 亦因此懂得如何行恶 情况就好像一个机械人员 完全全受制于设计者所写的程式 即使设计者在制造这个机械人的时候 已经在硬件上配备了某些机能 甚至配备杀人武器 但软件尚未预备好的时候 机械人根本不懂得自己以思想 运用这部分机能 直至终于有一天 设计师进行软件更新 这个机械人的杀人机能 才完全开启 成为杀人的武器 就好像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 他的思想突然改变了 知道什么是邪恶 人类亦因而开始行恶 同样 现实里面有些外邦人甚至会骤骂神 离弃神 犯罪 他们听信撒旦的谎言 以为自己可以任意脱离神的核制 想出千奇百怪的犯罪方式去得罪神 以为自己跟从撒旦 会有另一条神都意想不到 神都估计不到的行恶之路 然而分别是恶树就让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想法 因为人懂得行恶的机能 以及行恶的想法 原来都是神所设计 假如神没有设计罪恶的话 我们连行恶都不行 正如伊甸园里面 假如神没有设计分别是恶树 撒旦就连欺骗亚当和夏娃的工具都没有 所以 整个人类历史进程里面 撒旦从未有半步走出过神的设计之外 可想而知 撒旦又怎样可能和神对比呢 同样 圣经技术 撒旦来的工作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人们以为 撒旦既然可以偷窃杀害和毁坏 这样他的能力必然能够与神匹敌 然而 正如分别是恶树都是神所创造 假如神没有创造人类 甚至没有创造地球的话 撒旦又怎样偷窃杀害和毁坏呢 所以当神创造生命的时候 其实已经预计撒旦可以在当中偷窃杀害和毁坏了 甚至曾经奪得奥运射击冠军 家中放满不同类型的大小枪械 这样 这名年轻力壮的财人 又可以同样入屋偷窃杀害和毁坏吗? 同样 撒旦能够在人类当中偷窃、杀害、毁坏 其实都是神的设定之内 神可以创造撒旦成为天使掌 当然神也可以创造给撒旦强大一千倍、一万倍的天使掌 这样这场所谓熟灵争战 其实可以少于万分之一秒就完结 再者 神与撒旦的对比并不是仅至于此 早前主日信息而带出 神所创造的整个人类历史 在神眼中其实已经终结 所以才会出现神的签名 Aleftav 他在时间的进头返回创造的开始 并且铺张诸天 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预言 因此神是在时间流之外 然而神创造撒旦的时候 并没有给予祂超越时间的能力 于是撒旦都是活在时间流之内 不能够超越将来 更不能够返回过去 既然神有着超越时间的能力 可以随时返回过去、改变过去 试问撒旦又怎会有任何打败神的可能性呢? 正如金庸不下的小说 所创造的武俠世界可以相当辽阔 有众多主角存在 甚至闯荡江湖 经历不同的历险故事 但是我们也会理解到 小说当中任何情节 都必须经过金庸的允许才会出现 因为这本小说 由最开始的第一个字 到整本小说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都是金庸所写 这就是Aleftav 《创始成终》的意思 既然金庸是这本小说 创始成终的作者 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主角 会做出一些行动 是金庸没有想过 也不会有任何情节 任何一个恶人所行的恶事 没有经过金庸的允许 更不会有任何奸角可以想出一个方法 令金庸也无法阻止 以这位奸角去改写小说的情节 令这名奸角可以杀杀故事中所有主角 继而称霸武林 更不可能有任何奸角可以跳出小说的武俠世界 进入现实世界 将金庸杀死 取而代之成为小说作家 原因 两者是处于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金庸所处身的现实世界 另一个 即是小说中的虚拟武俠世界 因此 小说当中所有善恶 好事和坏事 都是作者容许 甚至情节里面 好人和坏人的成败 他们的所有想法 都是作者容许 以及完全掌控 同样 宇宙历史里面 神就是创始成终的阿拉夫塔夫 在历史当中 所有善恶都是神容许之下 成为剧情的一部分 甚至连撒旦这个奸角 都是神所创造 这样 存活在人类历史 时间流里面的撒旦 他的力量又怎样可以和神匹敌呢? 他又怎样会发掘出一条神 亦无法预计 可以背叛神的新道路呢? 然而 世上不认识神 相信撒旦的外邦人 他们的无知程度 竟然以为小说其中一个角色 正在背叛小说的作者 甚至杀了作者 那么可笑 他们甚至连撒旦和神 两者根本是处于不同的空间都不知道 撒旦处于被造的空间 神却是处于创造的空间 撒旦就像小说一样 在纸张上的文字形式存在 神却像小说作家金庸一样 存在在真实世界 这个已经是我们可以理解 最低限度的差距 由此 我们可以认知到 即使撒旦提出一条所谓能够背叛神 离开神的路径 然而 这条路径都是神的设计之内 这就是分别是恶树给我们的教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OLL-OLL-OONG- submission CREDIMAT